一名男子開車上路 突然被警方攔查 這一看就發現有毒品在車上 而且他的身份還是故宮住警 去年3月13號 故宮的一名同姓住警 在執勤期間擅自外出 到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 買晚餐 中途碰上警方攔查 卻意外發現他車上 有一級毒品安非塔米 同姓住警在去年3月 被發現持有毒品 但是發將近5個月 去年8月 故宮對他擅自離院的部分 即申戒兩次 同年12月 因為司法調查結果 確定他持有毒品 再對他計大過一次 直到今年2月才被資遣 運方的處理 我覺得很糟糕 就是他並沒有立即的 把這一位人員做停止 然後去做調查等等 就是還讓他進行港版 阿姨真心不公開 所以拖了一陣子 然後一直到6月 士林檢察署那邊 我們經過政風系統的調查 才從那邊獲得了確切的資料 那我們才開始進行 有關太舊這方面 包括基義大過 烤基品等 一以免值 離開工作崗位 甚至還吸毒 這從民國83年以來 長達29年的工作 就這麼丟了 只是故宮最近一連串的風波 似乎還沒平息 TVBS新聞 周英倫 吳俊偉 周榮萱 台北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